开始下今天下午的选课程 先来说一下这个指数 然后把这个后面板块的情况跟大家梳理一下 指数呢我觉得今天还算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在整个人民币汇率波动比较大 这个盘中一度跌破了6.8的关口 然后北向资金呢也有一定的净流出 特别是下午对吧 那到收盘的时候呢差不多流出了27.1 但整体来看呢市场还是比较顽强 那今天指数盘中是有一波跳水的 就是在下午的时候 对吧就刚开盘的时候吧 跳了然后拉上去 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今天大盘的分数是黄线在上 白线在下 对吧 所以呢 相对来说就是个股的反弹还在轮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市场情绪指标 就很明显对吧 整个3000多只股票上涨 1000多只股票下跌 那么今天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昨天下午 就是大家知道昨天不是涨上去吗 对吧 到下午的时候是冲高回落 就指数冲高回落 已经释放了一部分的风险 不然的话 昨天如果顶在这个上面 那今天就很惨 今天就直接落到这个位置 或者更下面 对吧 那就对个股的杀伤力会比较大 实际上就是应该这么说 昨天指数在3100点下面 对吧 然后冲到3100点 然后回落 对吧 那么当天收在这个3058点 所以呢 高点到低点就回落了40多个点 对吧 所以其实就是对于今天的一个缓冲 那么今天呢 我中午的时候也说了 随便怎么样 对五日军线要做一次确认 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 借着可能汇率的问题 就是汇率的波动嘛 整个指数出现波 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回落 其中半导体啊 这个包括全中的地产啊 等等都有回落 对吧 中间地产跌停了 那么一方面呢 就是港股那边的地产股跌了 然后港股的这个中概 互联网股也跌得比较厉害 那所以就造成了一波快速的跳水 但其后呢 慢慢慢慢慢慢逐渐要走稳 走稳的很大的部分原因呢 就是来自于一些补涨类的个股 那么这些补涨类的个股呢 它本身又不是很大的权重类的品种 对吧 更多的就像超跌股 大家轮番的在这个就是做补涨 也就是说前面涨的可能少的 这两天涨的多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在科创板里 有一支股票叫明星股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他等于没根本就没什么反弹 科创板反弹了很多 明星股份对吧 那就科创板 它底部起来嘛 对吧 就这个 它就横在这里 那如果你看科创板指数 它就横在这里 那今天最高的时候就不涨了一下 最高的时候涨了12% 对吧 那么 如果你看看科创板的指数 它跟科创板的指数就是落后了 除了今天以外 之前你看科创板是这样上去了 对吧 它等于昨天也没怎么涨 那这两天都没怎么涨 所以呢 今天科创板横了 横在那里了 比如说小涨了 它反而大涨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像内税 像明星股份这种情况呢 后面还会发生 就是很多的这种 就是 那现在还是处在这种环境下 比如它横着手的 那保不起明天 或者下周 嘣 一根中阳线 一根大阳线就拉出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一轮的反弹 因为如果你从指数 从指数来讲 因为等于说 它是经过了一段下跌 这个盘着 再下跌 再盘着 对吧 就反弹 这个 一个这个直跌的反弹 然后再下去 那么 经过这样的下跌以后 就这个三月份 这个四月份 对吧 就是三四月份 不管是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都是通杀的 那么这里面 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有一部分股票 肯定是被错杀的 就是因为市场 整体风险的原因 对吧 导致反正就是 没有买盘 那只有卖盘 那就是直接杀下去了 杀下去以后呢 杀下来了 那么就会有 就是我们讲的 叫错杀的一些 品种出现 那么这些品种 本身是什么呢 比如业绩有比较好的 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然后呢 也没有受疫情太大的影响 本身公司的基本面 非常不错 那后面就会有 这个资金去做一些回补 然后帮忙忙就 反上去了 对吧 或者反了 比较快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带题材的超跌股 他反弹的也比较快 对吧 就类似什么的 像洛宇纯这种 对吧 带这个平台经济的 大家可以看啊 他 他等于说 这是他的四月份 对吧 那这是四月份 就是三月三月三十号 对吧 他现在的高度 早就已经超过了 三月份了 就等于四月份的这个跌 他已经很快收回去了 那么为什么呢 他就带着平台经济 电商概念了 对吧 所以今天包括 早上这个差点跌停 开盘 对吧 就收回去了 所以呢 像这类的股票呢 他就带着题材 他是超跌 带题材 所以呢 就涨得比较多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 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 现在还 整个他的反弹 可能是落于指数的 但后面他也会不着反弹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么他们的共同特征 就是超跌 没有其他的 就是超跌 那共同的特征 是超跌 但是超跌的股票 不代表 都会起涨共跌 他们会有个先后次序 甚至有的会出现在 后面的题材当中 有的会出现在 之前的题材当中 对吧 有的是现在题材当中 所以这些品种 它就是一个过程 那么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整个的五月份 它其实就是一个 修正式的反弹 是对过去三月份 到四月份 指数个股板块 共振下跌的一个修正 但这个修正的过程 因为市场整体来讲 是一个存量 所以它会做轮动 昨天我们看到 是万一万零七百亿的成交量 对吧 那么我说了 反弹 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反弹 反弹最怕放量 反弹啊 这是反弹 反弹就是下跌 途中的这个反弹 对吧 反弹最怕 这个放量 对吧 反弹不怕缩量的 为什么 缩量说别 大家有分歧 缩量不怕的 有分歧 因为为什么呢 没有更多的人愿意来 这个卖 那么就缩量了 继续反弹 那么反弹 为什么怕不放量呢 放量就意味着 你看这个地方放量了 对吧 就昨天放量了吗 那也就是说 这里抄底的资金 你放量 放量是什么 放量就是卖再买先 有人愿意买 卖出来 你才买得进 对吧 有更多的人愿意 卖 你才能买得到 所以这里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踏空的 对吧 本来他们 这个地方上去 他也不敢买 然后调一调 调一调 他说 哎呦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调一调 可能还要下 对吧 特别是就是周二的时候 对吧 我说 其实我 不跟大家讲吗 周二早上的下跌 2970点以下 随便买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不太有人敢买的 结果呢 没买 他就涨去了 昨天呢 就是 很猛烈 对吧 昨天这个样子 是搞得像牛市一样的 哎呀 很多人觉得受不了了 我踏空了 冲进去 嘣一刀 对吧 刚进去又被挨一刀 所以这就是昨天 为什么会放量 放量的原因就是 我受不了了 我要踏空了 所以我来了 来了那就 你要吗 人家就给你 给完了以后呢 就泵下去 又掏住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放量 放量了以后 他今天又老实了 今天又没量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昨天放量 其实有很多的是 赛道股跟科技股领长 这么说吧 赛道股的反弹 是需要成交量来支撑的 如果没有成交量 那就不行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宁德时代 对吧 昨天宁德时代 放量的吧 大家可以看 对吧 什么放量 那今天又收量了 收了一半的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昨天这里跑掉了 人 他不会 今天没有接回来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 我经常讲的 新能源赛道 每一次 新能源赛道的每一次反弹 一定都会有资金出来 然后呢 你出来的钱 他有两个情况 比如大公司机构嘛 出来的钱 第一个 他有可能会去强化 其他的趋势板块 就类似稳增长 消费刺激啊 对吧 或者说是慢慢的去布局 第二个呢 出来的这些钱 可能就是耐心等待了 等待什么呢 他们可能等待下半年的机会 他还等到大盘二次 这个确认地点 所以就 只有这两种情况 那么这两种情况 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每一次放量反弹 后面又是缩量 回调也好 或者说后面又是形成一个缩量 再次进入到存量的博弈 每一次反弹 每一次反弹 对吧 就是这样 直到什么呢 最后探底以后 市场慢慢慢慢 逐步的成交量放大 慢慢慢慢开始 重新走上 这个新的趋势 那么现在来讲 肯定还不是这个时间点 所以就是 这种情况 那么赛道股呢 跟大家说一下 反正我还是一路既往 反正今年我觉得 没必要去 再赛道 因为这么说吧 就是你想做个反弹 就像昨天 这个有人去做 宁德斯带反弹 那么很简单 你的反弹点 就要抛了 对吧 我是那天就讲了 就是 我说下周 这个宁德斯带 对这个低点 最后确认就OK了 对吧 他又有反弹 那么也就是说 星期二是个买点 因为星期二指数 正好下沉的时候 是个买点 然后星期三是个卖点 那么你做完了 比如说你做反弹的话 你就应该走了 就不要去纠结了 对吧 手里没有的 或者说你本身 就没有新能源板块的 对吧 个股的 那你也不要去 勉强自己去做了 对吧 因为他本身今年 他们不是主流 今年的主流 我说过了 其实就是 这个基建稳增长 消费刺激 跟这个疫情复苏 对吧 然后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他现在 行不成合力呢 因为整个机构 在三四月份 他也受伤了 就大资金 在三四月份 也受伤了 因为所有的股票 都在跌嘛 对吧 他们又不能空仓 他也受伤了 那么他需要 在整个五月份的 市场回血的过程当中 他要做调仓换股 甚至于为下半年的 这个 共证的上涨板块 做准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这些名牌 就有点像每年 大家都有个主题的 对吧 这个主题 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 市场一跌 你就慌了呢 或者说 你就不淡定了呢 主要就是 你经历的事情太少 对吧 然后呢 等到最后 你要 你看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 你看 我早就看好了呀 你看好有什么用了 你手里有股票了 对吧 你看好稳稳稳稳增长 你手里稳稳增长的股票有不了 你看好旅游股票 你看好旅游股票 到时候涨的时候 你有不了 没有的呀 对吧 你看好消费 消费的股票有不了 没有的 你早就看好有什么用了 对吧 关键是你敢买吧 买了以后 你拿得住吧 或者说你能不能 顺着市场的节奏 就在这里面 蹲着跟他坐 对吧 别人外面 惊天洞地 什么今天什么 理矿反弹了 明天什么 这个我们说 这个 新能源车反弹了 跟你没关系 对吧 那你最终可能在下半年 是会脱颖而出的 大部分人就是 哎呦 你看 宁德反弹了 他是不是要来真的了 对吧 哎呦 看欧里矿 涨停了 哎 就进去 进去崩 又下去了 所以这种是 就是你 如果每一年 你的主线看不清楚的话 那就很麻烦 对吧 就很容易 这个就你考不清楚 你应该在哪里 然后呢 跌的时候就很慌 对吧 涨的时候呢 又觉得这个好像 牛市重新来了 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 从上升今天的 回踩来讲呢 我觉得 还行 嗯 整个来讲分时 我看了一下分时 应该没有到位 下午拉上去呢 有点勉强 所以我说一下 我的观点啊 就是整个的 这个这里的观点 因为中午 平安说了嘛 我觉得没调好 时间不够 所以不排除 明天再查一下吧 那明天查一下 就OK了 对吧 反正呢 3000点这个位置 肯定是强支撑 你不用怕 越靠近3000点 越给你买 我呢 自己今天也买了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昨天就抛的比较好 然后 就是 因为我昨天是 这里跑 我昨天是在这里跑 没有3000点 就是 就这个地方跑的 就这个地方跑的 在这个地方 才是最好的跑点 对大部分的股票来说 这里是最好的 下午那个冲啊 就很多股票 没有高点了 已经 指数是冲了 对吧 所以今天早上 离开呢 我就买了点 然后收盘 看了一下呢 平均三个点 平均也有三个点 还行 对吧 所以我也没走 没有做差价 还行 那么 明天正常来讲 应该还要踩一下 对吧 因为一方面呢 我觉得上阵 可能还好一点 然后 深层指 跟这个创业板 都没有接近 五日均线 因为五日均线 现在是 趋势向上的嘛 它还会继续向上 那没有接近五日均线 那没有接近五日均线呢 所以不排除 明天均线是向上 指数有可能会向下 再攻一下 再攻一下 那 来讲一下 这个 科创板 科创板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现在所有的指数 就是科创板 涨得最好 今天科创板 又涨了1% 对吧 那好 既然科创板 又涨了1% 说明什么 这一轮反弹的龙头 这一轮反弹的龙头 就科创板 我们讲过了 科创板到现在 已经涨了20% 对吧 那龙头就是 就是科创板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 大家记得 科创板涨不动了 就是如果有一天 科创板涨不动了 或者说连续两三天 科创板的涨幅 都小于上阵 或者深层值 或者说是科创板的跌幅 大于上阵 或者深层值 那你要特别小心了 就代表这一轮反弹 结束了 所以时间上呢 就是指着 就时间的指针啊 指在哪里呢 时间的指针 是指在后面两个星期 后面两个星期 那我们来推演一下 对吧 周期 周期我们之前讲过呢 因为十周均线下周 这个过了 过了本周吧 到下周就是被动触碰了 哪怕他就是 本周就在这里了 那到下周也是被动触碰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在 二十周均线 我们之前预定的方向 就在二十周均线 所以不管碰得到碰不到 我说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省 我只能说大概在这个位置 对吧 然后我们慢慢的去 衡量 这一波应该我都是提前说的 我都是提前说 对吧 第一个 客战版会用生活方式来反弹 说了 第二个包括 那天 这个星期二 对吧 我说指数跌到最支撑嘛 对吧 2950点是强支撑嘛 但是呢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定会达到2950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技术支撑 它有可能会高一点 所以呢 我给了一个答案 就是3070点以下随便买了 就是你肯定买了 对吧 然后就上去了 很多人不敢买 认为那个 然后昨天大涨的时候呢 我马上跟大家讲 昨天是个抛点 因为放量抛点嘛 就是我把所有的 我这个东西都是提前跟大家讲的 也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理由都跟大家讲的 我不是说 我只说个答案 答案很 就是你们看到外面很多大V 很牛逼的 那我告诉你啊 明天怎么样 他不告诉你是为什么的 对吧 所以 为什么 你要听清楚 大家都很嗨的时候 对吧 成交内放大 就是卖债买鲜 你就知道了 再加上昨天是拉的是新能 新能源赛道的 对吧 新能源赛道是没有持续性的 他需要成交量支撑 现在不可能天天不安一成交量 给他支撑的 那那就很清楚了 拉上去就是你赶紧减 对吧 你趁着他们拉 你就减 那么减完以后呢 我也说了 今天早上如果说有一个快速的下沉 就内随 指数一下子打到3025点以下 那不错 你赶紧买 但今天早上时间 指数来讲呢 跌的不是不多 那跌的不多呢 我也说了 对吧 拉上去 你依然是抛 没事的 对吧 那你如果是这样想 想的 那你的这个 就是下午不是拉了吗 对吧 拉了那个你插架又有了 对吧 你可能 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反正你不要去 追高买就行了 所以整个节奏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扣创板也是提前跟大家讲 所以 后面那块就是 向着20周军线去反弹 但是碰得到碰不到 我也不是神仙 对吧 有可能碰得到 也有可能碰不到 比如说 那军师也好啊 这个中芯国际也好 他们多涨一点 那可能就碰到了 那如果他们不涨呢 他们因为毕竟是 科创板里的权重 如果他们说涨得弱一点 或者说他们 横在那里了 后面其他股票不涨了 那就指数会差一点 我这样说 大家就明白了 对吧 所以指数这个东西 只是参考 就像创业板指数反弹 反弹强弱呢 大家都在看宁德 因为宁德 如果能涨了10% 那创业板指数 你不用想的 肯定红的 对吧 其他股票跌成狗 它也是红的 但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指数 它只是一个参考 那科创板指数 也是个参考 我只是说 指数会向着 20周均线去反弹 至于能不能反弹到 比如说差一点点 那差一点点 它隔一周 两周就自然的 被动触碰了 但因为它向下的 对吧 也有可能 动上去一点点 然后再回落 但那个地方 肯定是砍了 就那个地方肯定砍了 而且呢 时间周期也是一样 说我说了五周左右 当然你说了五周 可能它就顶到20周均线 或者六周 顶到20周均线 可以吧 可以 后面在那里 横个两天 横个两周 或者说在上面 做一个周线的 顶部结构 可以吧 不是马上跌下来 也可以的呀 没错不可以 对吧 但最终其实 弄完了以后 它还要有个下的过程 所以呢 越接近 反正接近20周均线了 你就知道 我要撤退了 特别是底下买ETF的 然后底下做 这个自己仓位回补的 对吧 那么这种呢 就是 是一个比较 好的一个就是 你逢高离场的机会 那时间还早 对吧 时间还有 就是还有两周 至少还有两周的时间吧 这个不急 我就是把后面两周的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就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把这种就是预期给大家说了 那你就做到心中有底了 对吧 然后呢 今天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事情 再讲一个事情 再讲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讲一下 嗯 仓位的控制啊 就是所有的顶尖高手 就是在我认知范围内啊 就我只能说在我的认知范围内 所有的顶尖高手 他们都是用仓位来控制风险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你是一个风险业恶型的人 那你一定记得 你不要满仓 你永远要留一笔钱出来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有100万炒股票 那么你要留出20万到30万 这20万到30万是不动的 永远不能动的 不是永远不动 就是一般情况要不动的 在市场涨上市场跌都不能动的 什么时候动 什么时候动 因为那笔钱出手 要不就不出手 出手一定要赢钱的 听明白吧 什么意思呢 就要类似于这种大结构的下跌 ABC的大结构下跌 对吧 跌到产无人爵 就像3月份 没有人来 那个就是看到了 叫做科创版的跌吧买酒 我一直讲的 对吧 2468跌吧买酒 你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我买进去 肯定是赚钱的 无非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对吧 就这种情况 一定要到这种情况 就是外面 外面是悲观情绪一大把 不得了了 对吧 就是大家都在比较了 这个就是股灾了 这个怎么样了 对吧 然后所有人都在亏钱 基金也没钱 这个也亏钱 所有股票都跌 对吧 那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这笔钱就出去 就能赚钱了 然后再加上一些技术指标 比如说周线上的跌吧买酒了 对吧 就跟你以前差不多了 就是 然后呢 这个周线上的 这个底背离了 或者周线的严重超跌了 外率率非常大了 好 OK了 你就准备进场超低 那 这个钱就扔进去 比如说20万30万 随便你扔 那么扔呢 怎么扔呢 因为你扔股票 就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你扔某一只股票 不一定就像我说的 你买了不一定 它马上就涨 对吧 它后面肯定会涨 就肯定涨多涨 但是呢 比如说你扔30万 那你把一半的钱买成ETF 比如说科创办50ETF 那肯定是涨的 对吧 只要是科创办指数涨 就肯定涨 好 那涨了以后 涨了以后怎么办呢 比如说科创办 ETF 我们预定了 比如说涨到20周均线这里 对吧 快接近20周均线了 你就开始抛了 你就把这一笔钱拿着的这个钱 就你这笔钱拿着的利润 赶紧装在口袋里 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然后呢 你再解决掉个股 个股肯定是 可能你买了两只个股 一只涨的好的 先扔 一只可能有补涨钱 你再等等 最后 如果那个补涨的东西 实际不补涨 指数已经顶不住了 你赶紧扔掉 再见了 对吧 就只当这笔交易失败 那么你剩下两笔 都不是成功的吗 那就带着这个利润 把这个钱藏好 我下一次做准备 这叫风险应恶行 就是你不想把风险 但是呢 我又想赚钱了 对吧 就风险应恶行的 所以这就是仓位管理 就是仓位控制 那么对于风险 这个我们讲的叫做喜好型的 就是左侧的 那这种地方 当然你首先要 你就是跌的时候 你要规避掉 规避掉 就行 稍等一下 喂 好的 谢谢啊 然后 如果你是风险 既进行的 那么越到底下的时候 你的仓位就要越重 然后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去落留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到你手里反弹 補下墙的 就那些代题材的 你就留着 别怕 反而是弱的 你先扔掉 弱的 比如反弹的 那一般般的 你先扔掉 然后想办法再换墙 对吧 这个就是 就是高手 就是这么来控制仓位的 所以呢 他可能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会比别人赚了多一点 但 大家记得 就像金字塔 很多人做金字塔的 所谓的加仓是错误的 就是你在月底下的时候 就我举个例子 一个股票跌了百分之十 可能你就 你就买个百分之十 的仓位 但他跌了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你要推百分之五十的仓位进去 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就是金字塔的这个加仓模式 它是越到下面 你的仓位要越重的 很多人是在上面的时候 买了百分之九十 只剩下百分之十的钱了 到下面只够加百分之 这没用的 就你在越下面 你的钱就是这样分配 就是他跌的越惨 就当然不能退市 一个股票不能退市 或者说一个市场吧 我们就讲指数 他跌的越惨 那你后面买的时候 就要买ETF的时候 你的码数就越大 就你加码的份额就越大 这个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把风险业额型 跟风险这个喜好型 对吧 我就跟大家讲了 那么如果你是个风险业额型 你本身连农资都不农的人 那你记得 始终留的百分之二三十的仓位 是给你救命的 就那个仓位就是来内下的 做完你赶紧走 做完你赶紧走 直到什么时候 那个钱再能够回来 帮你做锦上添花呢 就是我说了 比如说我们就要科创版 下一次科创版的牛市 你来做锦上添花 没事了 因为他要走很久 因为牛市 他需要在周线 把所有的军线都扭过来 你去做锦上添花 你不要在下面的时候 去驾长 大家听明白吧 甚至于越线 都要扭过来 对吧 现在都还早来 还早来 所以时间上肯定没到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仓位上的管理 就是作为高手来讲 或者什么家水平比较高的人 甚至是什么的 就这些 你看有些老股民 他老能赚钱 他就始终留有后手 这个是 就是不要买买买买买买 买到满场了 对吧 就是这个情况 好吧 然后此次我就不多讲了 反正我觉得 明天可能还得弄一下吧 周末 因为周末肯定会有人去做潜伏的 我讲几个原因 第一个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现在已经突破6.8了 所以 其实7是一个关口 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 接近7 或者到了那个7的关口 那就差不多 又得有一些干预 或者怎么样 就 就 就 肯定就 不会马上突破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可能大家也在 这个数据上看到 上海的 疫情的数据正在下降 然后呢 上海的一些马路 街道 那些 环卫工人 又开始把那些鲜花 什么都放上去了 就有点像要迎接 520的这个 全面的清零了 对吧 所以这些迹象 种种迹象表明 那么疫情 如果上海的疫情 完全能够控制的话 那么 指数 将在 下周 进入到下一个 上升了 下一个上升了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讲 对吧 我举例子 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 画一下 画一下 这个地方不是A吗 这个地方你可以理解为它是B 对吧 然后这 这后面那一段是C 对吧 C我目前只看到这里 那次看到31500到3200点 后面再怎么样 我现在看不清楚 那我 就是 我能看 因为这个我早就说了 对吧 就是包括我在 公众号上就提前说的 这波 看31500到 3200点 对吧 就大概 3200点应该能够攻一下 就像这一次能 搞一下 对吧 3100点 这个很正常的 因为你靠权重的东西顶一下就行了 对吧 指数属于 你拉根上一线很正常 那么 这是我能看得见的 后面我看不清楚 有人说 会不会小转大 直接干到3500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 我之前说过的 我说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放到年底 我觉得3500应该能看得到的 因为后面年底要基建发力 等等等 往上的时候 肯定带指数的 对吧 而且 为什么到年底的时候 消费也拉了 基建也拉了 机构资金也要开始为排名争夺战了 他肯定会上去了 值会上去 所以你说把时间放到年底 往三四季度跑 能见到3500 我觉得 就是我能够判断得到 你说五月份就看到3500 我觉得有点扯 这我实话实说 有点扯 所以呢 最多就到这个平台 到了这个平台 它肯定会有转折 对吧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这里是反弹的ABC 这是反弹的A段 反弹的A段涨了多少点呢 大概涨了多少点呢 比如说 最低点到最高点 对吧 我们就拿这个低点到最高点 218点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 要从这里了 这是ABC的C段了 对吧 那C段肯定要超过218点 那么C段的底边是多少呢 C段的底边是2957点 对吧 所以你加上218点 就肯定超过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有可能要达到 要比它高一点嘛 那就是 超过 只要超过218点的话 那么目标就是 直至3200点 对吧 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应该是能够去触碰一下3200点的 那么就是ABC完成了 所以当ABC完成的时候 你知道 时间也好 空间也好 都到了 对吧 那就是ABC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C原则上至少要等于A 或者大于A 这个是技术的 我不是什么波浪理论高手 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个原则嘛 对吧 这个一般都是 C要大于A嘛 所以呢 就是我们预定3200附近 那么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就知道 比如说就像到了以后 又出现这种放量了 对吧 上上瘾了 你就知道你要走了 对吧 后面有所有的反抽都是走 所有的反抽都是走 无非就是反抽的时候 哪些股票轮着涨 哪些板块轮着来 都是走 当然这个顶啊 就是我们讲的 哪怕反弹的顶 它都不是单日顶 后面还要有波折的 对吧 那么所有的波折就是让你走的 就涨不动了 好吧 就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你就知道了 ABC嘛 对吧 然后其他后面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那刚刚我们讲到上海 这个疫情 有所好转 所以疫情有所好转的话 也只指 比如说20号 对吧 20号那个 上海解封了 大家都能够逐步的出来了 对吧 那有可能20号那个位置 地方 20号左右 可能就是向上冲击的 最后那一段 对吧 指数向上冲击的最后那一段 那么 冲完了就大家小心点 对吧 就是这个 它很多东西就是有一些 基本面因素 或社会面的因素来做公正的 反正我就只能看到这么多 至于 别人看得怎么样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 我都是提前讲 对吧 就所有的判断 我都跟他讲了 我是怎么来判断的 其实我们课程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我是怎么看的 对吧 你以后也学了 你自己也可以看 对吧 包括 为什么昨天我说是要走的 你逢高离场是没问题的 今天你只要昨天中午看了我五平你走的 你今天都是更低的价格能买回来 除了那些腰股啊 就是什么涨停板的那些 不算 对吧 你手里也没有 对吧 有的你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没有 所以 也不存在说 嗯 说说踏空了 或者什么样的 对吧 没有什么踏空的 那 嗯 指数情况反正就是 我觉得不复杂 对吧 复杂的呢 其实就是板块 因为板块现在是五月份的板块是轮动的 很难有板块能够连续涨 那么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 基建稳增长长得比较好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什么叫不和谐的声音呢 比如说 互难发展 今天差点跌停了 对吧 之前的那个2761 啊 这个浙江箭头 也不行 对吧 今天也一般般吧 反正就是尾盘有人做了先手 就尾盘有人去做先手 博弈的是什么呢 博弈的就是明天有没有机会 他卡上来 对吧 但是呢 宗教地产今天跌停 其实宗教地产的跌停 对这个情绪影响很大 对吧 然后呢 嗯 还有那个跌停叫301259 埃布鲁跌停 对吧 这吃心 那跟大家说一下 我说一下吃心股 吃心股像这种跌停啊 不要去博弈什么反报 吃心股是筹码筹码博弈 他跟反报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要什么博弈反报了 明天明天再下一层 吃心股往往就是一波流 甭上去了就没了 很少有很少有二波的 吃心股 对吧 因为吃心股大家都知道 就是做弹性的 然后里面的资金都很聪明 人家赚了钱就走了 不跟你玩了 啊 他不是大资金作战的战场 很多都是脚油脂 对吧 就里面有流动盘 你看也很小 所以这种结束了就结束了 对吧 而且短时间里面 人家赚了很多钱 就肯定走了呀 对吧 那么就不要去有什么设想 甚至于有的时候 就吃心股 他是这样 这波是拉这个 下一波可能是拉另外一个 对吧 但真正我们讲的好的股票 就是像这种 呃 这个这个 这个应该还是没有做完 虽然今天跌的很惨 但应该还是还是可以 从这个筹码的角度上来讲 应该还能再冲一筹 所以也不能判断 他马上就死了 对吧 就不难发展这种 那么呃 反正 这个 昨天是湖南发展墙嘛 那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2761的浙江箭头 昨天弱嘛 对吧 昨天他差点跌停 那今天反过来是 呃 湖南发展差点跌停了 浙江箭头 违盘又资金去抢 所以他们两个呢 都还不算完全死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有点像高位的筹码 越来越开始松动了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像这个 红热竞赛今天也是一样的 对吧 跌停起来 像上演地天板 没拉成功 但我觉得这个股票也没死 大家看一下筹码 也是一样的 就底下筹码还是很稳的 所以这个股票应该依然还存在 后面要反包或者说再上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市场本身反弹的时间都周期没走完 那么这些个股肯定还会有反复 就高标股还不会死 一般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的反弹 走到了这个 鬼声阶段 同时 它就会伴随着高标股的结束 所以现在来讲呢 你说高标股是不是结束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分期的过程 还没到结束 因为从反弹的 就大盘反弹的周期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这个轻指数做个股 这个道理对吧 对的 你指数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然后你跟着个股做 但是指数的大环境你要考虑 如果说指数是一个大级别的反弹头部了 所有的板块个股都会补跌的 无非就是谁先补跌 谁后补跌 那么一般来讲 龙头是最后倒的 但龙头倒的时候 它会带着市场一起往下沉 对吧 然后中位数的股票可以开始先跌 我举个例子 就像昨天洛宇成之类的 他们已经调了 003 010的洛宇成 对吧 他们昨天已经调了 昨天搞了一个跌停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又上来了 对吧 又上了 那说明什么呢 即使它是中位数的股票 但是它依然是分期以后 又会有资金回流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这里应该是分期 而并不是退潮 就它只是一个分化 资金的分化 导手 但它不是一个所有题材的退潮期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包括爱布鲁 三河药普 对吧 三河药普是那个 新冠药 军食生物的供应商 对吧 所以都是这种情况 对吧 然后 这个是电商的 对吧 凯存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像这种凯存 它是一波流的概率很大 今天你看那个洛宇成是打上去了 还有什么南极电商 对吧 南极电商这种 都有拉的 但是为什么凯存就走得那么差呢 对吧 这补跌的很厉害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 有没有反抽 我不好说 对吧 但是你要指望刺新股去做这种反报二波 难度太高了 难度太高了 你就跟大家说说我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经验 对吧 然后呢 宗教地产 对吧 旺辩就说了嘛 就刺新 刺新我已经提醒过了 对吧 就从刺新从他开始走落 德宏开始走落 这个洪德开始走落 我就说了 就不要去碰了 然后呢 你看旺辩动就死了 昨天一键顶 今天就跌停 还有一个 对吧 叫台运 也是一样的 一键顶就咚 再见 所以刺新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玩的 就不要瞎弄 然后呢 一些这个就是高标的嘛 对吧 这些湖南发展 这些可能还会有资金去做 但是 这么说吧 就是 现在高标好的有几个 一个是许家会 还是来来回回 应该还是没完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新华制药 新华制药 今天还是有资金去做 但是跟他同样的 那个滑龙商贺 就感觉不太好 就感觉不太好 那么 我们可以从这里吧 板块 然后你找一下 对吧 就昨日 昨日涨停的 昨日涨停的 你看 昨日涨停的 对吧 这个是因为有回购 就是有 有有有 有这个 回购注销 就是这个 股份回购注销 所以最近特别强 他也是所谓基建的 对吧 那这个是有点带着那个的 然后呢 一个是新华制药 本来这是老二 老大是谁呢 老大是这个 湖南发展 老大 对吧 老二是建议 对吧 今天湖南发展下来了 建议还是被顶上去了 他总要 你看这是尾盘顶上来 他市场总要顶一个上来 那么说明什么 第一个 建议顶上来了 对吧 就是老二逆袭 老大下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浙江箭头 尾盘也有资金 那说明什么呢 整个基建板块没走完 没走完 对吧 就没走完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10厘米的这个棕楼 他这个也是城镇化建设 加上元宇宙 他有多种题材 然后就是园林嘛 对吧 他还是很强的 一直满顶上来 那么 其他的有一些 包括像金陵饭店 今天也是冲高回落 对吧 就是 然后金浦也下来了 金浦今天这么大的量 明天肯定有十个低开 对吧 基本上明天就是个低开往下 这就是吃心骨的情况 所以吃心骨 不要轻易去做 这个二波 对吧 然后 这是 之前比较强的嘛 对吧 像罗欣什么药业之类的 你看也是 那就是中位数的 他容易退潮 就整个中位数的品种 他容易退 就容易先退 包括空药集团 对吧 也是的 连续一日半上去的 今天也是下来了 也下来了 那么 这些中位数的东西呢 就往下退 然后高位 高位的东西呢 可能还会轮 就高位的东西还会轮 那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地方 更多的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 更多的 还是 怎么说 就是还是一个分化 而并不是说权限的 结束了 这个行情就权限的 结束了 对吧 所以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就是这些高 高位的这些东西 就这几个股票 就这些品种 对吧 特别高的 就是不是特别高 就是绝对的龙头 领涨的东西 它能够在上面轮 就没什么问题 对吧 昨天我们还在说 那个 宗教地产很强 结果它就今天跌停了 但你不能保证说 宗教地产明天 是不是又有资金去搞了 对吧 如果宗教地产又有资金搞 那地产这个边 可能又反反复复 所以这些东西 还没有说 完全出现一个叫做 嗯 结束的信号 那么 相对来说就没什么问题 好 那 我们把这个板块的情况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两天其实酒店 旅游酒店板块都还行 那酒店是 这个连续的补涨 对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说 好的就这两家了 一个是军廷 一个是这个 精灵饭店了 对吧 那后面有可能在网上 补一补涨一涨的 那就是 华天了 对吧 华天这个 它也是 虽然跌得很惨 那底部 我看还行吧 嗯 有些资金在回补 那有可能 华天后面会 补上来 对吧 然后就是旅游 我看一下 旅游 旅游在这里 对吧 旅游呢 重新昨天是 打过掌顶板的 呃 今天 就 昨天重新是 打过掌顶板 尾盘回落 今天就反爆掉了 对吧 还是很强的 还有呢 就是最早 走得比较强的 就是 国陆联合 国陆联合 慢慢又上来 慢慢上来 国陆联合 给大家看看月线吧 好吧 那么国陆联合 大家可以看它是 月线上连续的涨了 以后 就是回踩十月均线 拉回来 现在又回到五月均线 那一般来讲呢 嗯 画一下吧 好吧 画一下 画一下 如果收复一半的位置上 向上 对吧 这个地方一半 阴线的位置 辞掉向上 那就是下一段的组织 所以国陆 肯定 应该 正常技术上来看 它是由下一段回升的 因为 像这种股票 你看 它是在月线上 是一个标准的圆弧底 就是圆弧底 对吧 那么这种圆弧底的突破 你看 这是圆弧底的突破 那基本上就是突破回踩 对吧 圆弧底的突破回踩 再上去的话 那就是下一段组织 下一段组织 反正 时间还有嘛 对吧 到下组 反正 我这么看吧 旅游酒店 旅游酒店 就上海解封的那个时候 保不起旅游股 会有一次集体的大涨 就有一天 或者说两天 一天大涨 第二天冲高 对吧 就大概这个情况 反正大家就是把握一下 然后半导体板块 最近整体还不错 走的都是大基金的路线 大基金的股票 对吧 像这么 比如华创 这些涨的 谈的还可以 还有呢 就华为的一些票 天月先进 这些 对吧 然后长华 这个长光华新 对吧 这是华为的票 华为的票 华为的票也还行吧 这个 这个 就是 东北半导体也是华为的 对吧 你看反弹也不错的 就华为的票 它是有这个 有点意思的 华为投资的半导体公司 反正就是这几个在轮流来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还有就是大基金路主的 也是拉的还行 大基金 比如说 68048的 对吧 68048 这个就是 还不是 那个是 68072 072 讲错了 这个是大基金的 对吧 今天最高的时候 涨了百分之十几了 从高回落了 对吧 藏了一个新高码上市 这个大基金的 叫拓金科技 也是做半导体的 那么 你们反正记得吧 就是如果你要做半导体 就是 我认为今年半导体有机会 就是因为跌的比较多 是反弹性的机会 对吧 那你可以做 就是 我说嘛 就是科技跟新能源赛导 我首选科技 就是 我宁愿选做 这个如果从 纯交易的角度上来讲 我就 我宁愿选做半导体 我也不做新能源赛导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一下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你要做的话 你就记得 要不就是大基金的票 要不就是华为的票 就这两个是重点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方向 他们是有联动性的 那么这种联动性呢 就会导致说 我最多就是买错股票 涨得少一点 但他不会出现说 半导体板块 大部分的股票都在涨 你的股票在跌 这个不会 就是你一定要站队队伍 就是你要站在那个 队伍这个 准确的地方 好吧 就是你去做半导体 这个我觉得可以 没什么问题 什么半导体呢 因为也连续反弹了好几天了 后面分化是肯定有的 就是要回一回 还会有 对吧 就上去 那你要知道 回的时候去买什么东西 就是 我说了嘛 反正就是华为跟这个 这个 大基金的 就这些票会好一点 然后呢 基建这块呢 长得比较多了 对吧 长得比较多了 就这边是这个 老基建这块吧 那么新基建实际上 还没怎么动 新基建还没怎么动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来说一下 新基建这块呢 还没怎么动 新基建主要是什么呢 这两天大家看到 比较活跃的 比如说数字货币拉过 然后呢 因为15号北京 有这个元宇宙大会 上海的元宇宙大会呢 推后了 但元宇宙这块呢 我觉得这两天 也有资金进 所以元宇宙 也可以去潜伏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数字经济当中的 性创 这个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后面 还会有据传啊 据买方说 这个周末到17号左右 会有这个 就是管理层主导的 平台经济会议 以及加强数字经济 健康稳健发展的会议 那么一般来讲呢 这种级别的会议 如果开的话呢 对于这些板块 各个会有就是带动 那因为本身来讲 这一波反弹 就是数字经济这块 反弹的力度小 对吧 还是老的基建 就是我们讲的 基建稳增长这块 反弹的比较大 那么基建稳增长这块呢 主要是装配式建筑啊 就大家看到了 包括园林啊 主要这些块呢 因为有新的一个分支 就是城镇化建设 来做一个 牵引的 那么老的这块呢 比如说像这个 智慧政务啊 这些东西 对吧 其实最近呢 包括里面 夹杂了一些像 楚天龙啊 这些数字认证啊 这些就夹杂了一些什么 就数字货币这些东西 那么 还有短期有个抖音概念 对吧 那这块呢 实际上目前来讲 因为它没有政策的加持 所以它整体走势比老的 就是经济稳增长 这块 这个基建稳增长 这块走的弱 但是我说了嘛 后面如果说有这种 大人物参与的这个 级别比较高的这种会议 那就他们就会有补长 所以呢 不妨就逢低去关注一下 对吧 这里面有 这个数据中心啊 就像智慧政务啊 对吧 然后 元宇宙啊 对吧 元宇宙可能会稍微 排好一点 主要是用会 然后呢 就是最近的这种平台经济啊 对吧 互联网平台经济啊 这些都还行 都还行 然后 这是我觉得是能够去潜伏的 就是因为你要 嗯 等着他轮动啊 就是整个的轮动 那医药这块我就不推荐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讲了 就实际上就你要潜伏 就在两天去潜伏 对吧 就主要就是新冠药这一块 啊 就是去潜伏一下 如果说 这个这个 肝炎这块呢 这两天都还行 像双层之类的 主要是说美国 不是说那个印度好像又有21个不明的儿童肝病 对吧 就是导致这个情况 所以呢 像双层这些又反报上去了 啊 然后美罗华呢 也是也是这个呃 跟新冠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东西实际就是 你今天去潜伏没事 呃 到明天你再去追高呢 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不不说了 对吧 新冠药这个东西 我先就是提前 新冠药大家都知道 一般它的时间点 就是收三周四你去买 然后周五对线或下周出对线 对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两两个这种节点啊 那呃 说两个个股吧 好吧 就是一个是军食吧 军食现在的市值是信达的一倍 军食这一波涨得非常好 对吧 那主要就是国内唯一一家嘛 就是新冠特效药的研发 这个企业 对吧 而且呢 他等于他现在这个研发的级别 是跟美国的辉瑞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未来 就当然很多东西就是炒预期嘛 等到他真的要出来了以后 可能股票早就涨到天上去了 那么现在机构 不是现在了 就是机构在这个地方给出的 机构很坏的 就是我跟大家讲 机构就是这样的 他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就进了 就在这个地方就进了 进完以后 他有一个大洗盘 对吧 又跌回去 难道你哎呀 这个不行 对吧 好 棒棒棒棒棒 开始了 那么上时候是 一般是叫做祖生呢 祖生就是你买一次 你每一次卖掉 你买不回来 他就是祖生了 什么时候是 不是祖生 或者说是下跌途中的 就是每一次你卖掉以后 还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回来 那就说明这个 这个股票没有祖生 还没进入祖生 祖生一定是你卖掉了就后悔 你买不回来了 你只能加钱追 那叫祖生 就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机构给了 给了一个 就是 未来他的这个新冠药研发上市的预期 就是给了一个2000亿的估值 2000亿大家就知道他要重返 这个高位 对吧 2000亿就是你得突破220块了 对吧 但当然这个东西 到或者不到 我都觉得很正常 因为A股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预期出来以后 大家往里怼钱 就是反正大家都去买他 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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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后面就是不断有人相信他会到 不断有人相信他会更好 对吧 就有可能会操涨 都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 军石原来是做PT1的 对吧 PT1的有神舟百计 PT1最好的肯定就是 信达生物 对吧 排名第二的就是军石生物 然后第三就是百计神舟 但是呢 实际上PT1这个 现在这个新药 对吧 就是 这种这个叫做 细胞治疗的这种药呢 竞争比较厉害 所以其实大家的业绩都在下滑 加上未来可能有集财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军石是 第一个转 就是转生的 他就是另批吸进 吸进吧 尤其开了一个 这个这个就是 怎么说 就是开了一个 新冠药的这个战草 对吧 结果呢 他就脱颖而出了 所以实际上现在炒的这波 并不是PT1 PT1这一块 而是 这个 炒的是新冠药 因为新冠药它是国内最领先的 对吧 那么最领先的新冠药 出来了以后呢 那当然到了市值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预期 就是 就像我们说 之前的新能源也是一样 我预期你有多少的这个渗透率 所以我给你多少的估值 然后股价开始往上涨 那军事生物也是一样的 我估计你 比如说新新冠药物能研发出来 那你想新冠药物研发出来还得了 大家都要备一盒吧 那就他的量就出来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估值就远远就上去了 所以你不能 有很多时候 你看他业绩不好 尤其不能看这个业绩的 对吧 实际上股票上涨是看预期的 你所看到的都代表过去 你所没看到的才是将来 所以这些东西就你牢牢记住 对吧 一个涨的东西 它一定是有理由的 对吧 然后你只需要去关注 它那个背后的理由 就是越早相信的人 肯定是越好 越晚相信的人 肯定是你的价格越高 对吧 就这个大概这个情况 然后再讲一讲 这个偏充线的吧 汤城背建 汤城背建 护城河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业绩也比较好 那么今年大家都知道了 这种都是机构票 就说机构票 虽然它现在在下面 但我觉得到今年的下半年 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今天下半年 它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叫做平台经济 它也算是医药 电商啊 它都有 对吧 主要是做这个营养保健品 这一块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大家现在对这种 就是健康啊 这些都比较在意吧 对吧 对健康比较在意 然后还有一块呢 就是它也属于 这是要消费刺激的品种 那么机构票呢 第一个它要有容量 第二个呢 整体的估值要比较低 第三个呢 业绩要比较好 虽然今年一季度的业绩 稍微差一点 但整体来讲 下滑的并不是很多 而且呢 相比2020年的话呢 它还是增长的 就是相比2020年 所以呢 相信在下半年的时候呢 国家又会大力说 后面还要开会嘛 说大力要推广平台经济啊 那么他们这些 就是真正的平台经济 它并不是平台经济 而是平台经 它并不是说大型的平台 像淘宝啊 对吧 这个京东啊 或者说是这个像快手啊 这些抖音啊 它不是真正的这种平台 它更多的就是一个 很实际的 它就实际上就是 我就是一个生产企业 我自己就可以带货 对吧 我自己就可以弄 那么国家真正要扶持的时间 就是企业 就类似这种自身 就是自带流量的 就是自带流量的这种企业 对吧 那么这类的企业呢 后面可能有政策的加持 再加上下半年消费刺激 就整个下半年 我说我没有说现在它会涨到怎么样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你在看的时候 股价都很不错了 涨到50%了 对吧 所以这是完全有可能 那么当做一个储备吧 反正机构票 给大家参考 各方面都还行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那就是如果你说 你不是那种急厚厚的 那么就就是 你也不想说 我非要去跟这个军事 这种高价股为伍的 那么反正你做一个 躺承背间的这个保健品的选择 这个我觉得还是 以目前的股价跟位置来讲 空间还是相对靠谱的 好吧 就是你不是说那种 我非要翻个几倍的 对吧 能翻个几倍就不要考虑了 就是相对稳健的 因为这种票呢 是机构票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 这个 讲这么多话 所以指数最快呢 反正我说过了 明天最好再能搞一搞 再往下扎一扎 对吧 因为特别是创业版 真正准备调整到位 那那个时候你再去回补 就比较好 反正总会还得弄一弄 下去了以后你去买 会更好一点 然后呢 整个反弹的空间跟时间都还有 所以你不要急后后的每次去追 你在底下戏的话 收益会更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